凌晨4点天还没亮 苏华改就涌线车潮 一路回堵到苏澳新站 除此之外 拥塞路段还出现在 国一南下南屯到园林 以及新竹到湖口 国三南下则是龙井到彰化 和快关到雾峰 至于国五南下 是南港到石定 和罗东到苏澳 车潮预计到下午3点才能缓解 截至早上9点 国道全线的交通量为 31.100万车公里 那高工局这边预估 今日全线的交通量 会有122百万车公里 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4月2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 南下路段分别是 国一的内湖到头粪 国三的木柵到香山 以及国五的南港系统 4月3号早上6点到中午12点 南下是国五的南港系统 最后两天收假则是 北上下午2点到晚上9点 管制国五苏澳 罗东宜兰投城路段 廉价的头两日 南下的车草会比较多 那请庸路人可以多利用 下午的时段出发 或是利用台六一 作为国一国三的替代道路 那用台二台九 作为国五的替代道路 交通局也推出 4月2号到5号 每日20公里单一费率 七五折的优惠 以及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措施 提醒庸路人 务必保持安全车距 避免意外发生 快乐出游平安回家 大约新闻圈上两家民台北报道